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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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问一下 我们的嘉宾和队长 看到这个作品的感受 吴建豪队长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 然后都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 Sara他们你们这边 道具用得非常棒 然后到最后 那个荧光棒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金刚跟你们 这四个popper配在一起 是非常棒的一个idea 还蛮有趣的 但看到Apple RK 看你们跟Rice Ball他们 这边的时候 也就是另一种感觉 是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就很甜蜜很甜蜜 突然一转过来 那个动作 很干净俐落就很炸 然后就一下子 就吸引你进去 那个整个舞台 因为我觉得 有一个女生在的时候 就可以玩更多 不一样的感情上的 一个范围 所以也是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吴队啊 如果你有一票的话 你问他你投谁 你投谁 你投谁 围上去围上去 围住他 问他投谁 我们听一听 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尴尬 以后不要再问 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好 是吧 真的是 梁老师 你会投给谁啊 先把您自己的矛盾 先解决掉 梁老师看外的感受怎么样 就是 先说那个黄衣服这边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我第一次来 那个交双明的跟你道歉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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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扔那个东西 包括捡那个棒 我们在初中 90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还玩过那个杂炮 是吧 也用过是吧 啪最后砸一下 就特别一下就把那个 我脑子给拽到 那个时代和那种情境里边 包括那个椅子 我其实一直在琢磨怎么回事 我都没看明白 但是很奇幻 看起来 他其实是一个脚在这边 哇 太帅了这个 然后这边这四个怪咖就是 我的感受就是那个女孩特别有震撼力 在有一段她在唱出来的时候 有点像我们演出前 可能有一种VJ方式是把歌词打在屏幕上 它并不是说让你知道我在唱什么 但是我感觉是增加一种现场力量 然后你啪被盖的到 他们两个如果非要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边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 同贞该有的同贞的样子 这边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 你永远喜欢那种坏坏的小孩 你会爱上他们更容易的感觉 就是这两种氛围 对 丁队 说说吧 说说 说一下这边吧 有特别多画面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 而且中间有很多小剧情 其实我很喜欢最开始 大家转身的那个画面 三哥把它拍了一下转过去 但它又从这边转过来了 我觉得那个小点加得特别漂亮 然后加了那些小小的魔术 然后最后用了灯 我觉得都挺好的 可以 丁队把对面一顿夸 那么嫖队长会怎么说呢 他真的好坏 对 我觉得两个团队非常棒 我认为丁队的团队有些很大的时刻 我真的喜欢你们做的线 你们做的很酷 那你们做的很酷 那你们做的很酷 你们做的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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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很酷 你做的很酷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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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组织 所有这些小的 小的东西 然后在最后 金刚 看着大家 然后大家 都比较高兴 所以这些小的组织 我对我们的组织 很酷 挺好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 但是 我怕我看完不喜欢 那我们问问三 怎么想到这样一个编排 最后还用了What are you? 其实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宅男之歌 我四个人就同步看向了这边 宅男 我说那必须得有小金刚 如果没有小金刚 这个5就不成立 真的很感谢小金刚 来我们这儿 F4 特邀嘉宾 小金刚 F4被真用了 吴队长在下面坐着 你就大爷不惨 我埋伏 我埋伏 对不起 好意思吗 对不起 说得有点顺 就是 搞得他不是F4一样 鱼儿现在微信名 都改成美玩了 但是小金刚 你跟他们在一起觉得怎么样 就是明明你是一个宽佩 然后你又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 就是不会穿这样衣服的人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私底下会干这种事情 但是一般 在舞台上不会这么做 然后被三哥发掘了隐藏的潜能 那我现在是F4正式编外人员 上一期播完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啊 帕平F4好帅啊 那以后你有想过 大家会怎么叫你们吗 那个 皮卡丘五福星 皮卡钢 皮卡三 皮卡捷 皮卡帕 皮卡德 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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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这边 我就想知道是 谁出了主意让 这两位戴头套的 在人不述 这 Ken 买的吗 阿K你也说说 哦 sorry 就是 这个头套吗 不是头套 这个做出 OKOK 头套吗 第一次 跳这样的 像阿次元的舞蹈 感受到特别爽 而且我很想去做 觉得很好玩 对本来我们还有一句对白呢 没加进去 对本来应该说的是 你来说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再燃一点吗 那我就让你 燃起来吧 还好没加 不然扣不少分了 我也真的是 好的 马上就要为大家公布 我们第一轮的分数了 而我们的分数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这场胜负非常的关键 谁将拥有两个晋级半决赛的名额 首先大众专专业评审的毛巾票数为45比42 获得四十五票的名额 获得四十五票的是 曾经介绍 曾经介绍 嫖宰范战队 嫖宰范战队 接下来是各位裁判团的分数 杨文涛给出的分数为96比95 拿到96分的是 丁陈欣战队 丁陈欣战队 其实两边差不了多少 两边呈现音乐的方式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他们的营造的氛围都是一样的 还是得看大家喜欢的也一样 王润给出的分数 王润给出的分数 90比85